任職神星機構的行為學家Samantha Lomas在文章中指 想達成理財目標 小致儲備足夠的緊急應變資金 大致籌備置業 善靠熱情或正向思想 往往未能實現 要提升成功機會 他引述研究只可透過兩項主要步驟 增強對目標的投入度與表現 第一項是心智對比 Mental Contrasting 包括想像你渴望成真的未來 與找出當下現實中 阻礙你步向哪個未來的事物 對比兩者的一個過程 換言之 當中既可看得實現目標的好處 卻又迫使自己直面嚴苛現狀 做法聽來殘忍 但Lomas指過程可以激發達成目標的慾望 從而引起認知情緒行為上的改變 第二項是從心智對比的延伸 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簡單而言是一些如果就的計劃 例如如果出現阻礙X 我就會以外作應對消除過程中的負面影響 正是早前已點出潛在障礙 自然可以事先計劃如何迴避 Lomas指 業內專家綜合上述兩項步驟 發展出四步曲活策略 分別是Wish 願望 Outcome 結果 Obstacle 障礙和 Plan 計劃 Wish 起步先想像自己的願望 應該是一個具挑戰性 但在可實現範圍的目標 Outcome 接下来 想像目標已然達成 簡單寫下幾項達成目標所產生的良好成果 Obstacle 現在先重返現實 列出有可能阻礙目標達成的問題 Plan 根據潛在障礙 準備一系列 如果就的計劃 困難出現前事先演練 他列舉一簡例如下 我的願望是一年內處足買車的首期 成功達標的好處 至下個冬天就可駕駛心移新車 暢遊景點 潛在障礙 過度消費 沒有足夠餘款儲蓄 計劃 如果某月份過度消費 下月發生日將直接轉錢至儲蓄帳戶 令保回本月不足額度 如果過度消費源於朋友聚餐 考慮建議更改聚會模式 例如嘗試在家唱聚 如果原因是緊急突發事件 隨於後續月份補回 可能需考慮延長目標達成的時間點一個月 明白局限 保留靈活度 反而較能堅持 妥善執行物策略 對實現理財計劃教有幫助 而無需再留於幻想 而進入